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B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我是军迷的忠实战友虎牛飞飞 日前 俄罗斯贝加尔电子公司正式启动了贝加尔T1芯片大批量产 产量规模为10万片 这件事在俄国的评价很高 然而 俄罗斯目前电子元器件进口依赖程度仍高达99% 从苏联时代曾经的辉煌到如今的电子工业整体衰退 菲菲来带大家看看俄国的电子工业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人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影响了电子工业的发展 让苏联的电子工业走了弯路 比如搞三进制和电子管小型化等等 但事实上 三进制计算机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美国也研究过三进制计算机 同样的 关于电子管小型化 苏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真空电子管虽然具有寿命短 容易碎裂 容易烧坏 体积比晶体管大的缺点 但优点在于工作稳定 而且抗干扰能力非常强悍 非常适合在军用设备中使用 特别是在冷战这个大环境下 整体军事实力居于弱势的苏联 整日幻想打一场核大战 为了应对开打后可能出现了大量电子脉冲 苏联在军用电子设备上广泛应用电子管 也就合情合理了 而且苏联在发展电子管小型化的同时 并没有放弃晶体管的研发 1950年 苏联多家单位分别完成了类似的晶体管样品研制 到1957年 已经有晶体管收音机进入苏联百姓家庭之中 到80年代 苏联的半导体工业进一步成长 进入了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 微机年产量突破60万台 由5家大型工厂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机 这些微型机被用于180多种工业设备和生活用品上 在其他方面 即便相对于美国 局部的差距最多不过5年 苏联建起了从原材料 设备 设计 制造 等一整套完整的半导体工业体系 而且这整套工业体系是完整而独立的 当时仅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种实力 然而 这套工业体系布局是有硬伤的 当年 斯大林为了加强各个加盟国的联系 结合各地实际情况 把产业布局按照上下游关系分配到各个加盟国 根据产业布局 乌克兰是苏联的电子信息工业基地 白俄罗斯是苏联的半导体工业和微电子工业基地 即便是波罗的海三国 苏联也曾经布局半导体工厂 随着苏联解体 直接导致苏联时代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破碎化 加上俄罗斯寡头和西方国家用非战争的方式 洗劫了苏联人民的财产 导致原苏联各加盟国军工领域许多专家 教授失业 大量遗留的工程师陷入赤品 恰逢此时 美国 西欧和日本 韩国 中国 不遇余力地从苏联挖掘人才 关于中国对前苏联人才引进的更多细节 请关注迷彩虎微信号 输入人才即可了解 正是因为苏联解体之后造成的经济困难和人才断档 导致如今俄罗斯半导体工业实力有限 民用电子产品大量进口早已不是新闻 即便是军用电子元件 俄罗斯也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 比如俄罗斯最新服役的苏35战机上 就有3000种外国组件 当中就有很多进口电子元件 再比如T90等不少坦克的火控系统中 就曾经集成法国的热成像仪 而且原装的俄国产热成像仪 连印度都嫌弃 在引进T90主战坦克的过程中 也换装了法国产品 现在的俄罗斯 进口电子元件已经深入到国防军工的方方面面 从坦克到飞机再到军舰 甚至连与核弹有关的电子元器件 都不同程度上依赖进口 俄罗斯电子工业衰退的 着实令人目瞪口呆 虽然目前俄罗斯也开始致力于发展半导体产业 但前景非常不乐观 一方面 现在油价低迷 俄罗斯缺钱缺得相当扎心 另一方面 俄罗斯承接的苏联解体后破碎的电子产业链 很多方面要从零开始起步 如此追赶 谈何容易 甚至俄罗斯宇航局也开始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合作 一些研究所已向俄罗斯方面提供了几十种电子零部件洋品 这些配件只需经过少许改动后 即可替代美国进口货 在向中国大规模采购电子零部件前 俄方正在翻译有关这些配件的技术资料 并对这些配件进行测试 谁能想到 中国建国初期计算机技术从无到有 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苏联的技术 然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当苏联还在为石油危机深陷经济困境时 我国电子产业在国家的重点扶持已进入高速发展 大量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尤其是08年金融危机后 中企在全球掀起收购潮 民用技术的突飞猛进 更是促进了军用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 现在的中国 在军用电子元件上的自主化程度 要比俄罗斯高得多 某型预警机的CPU DSP TR组件等关键电子元件 全部国产化 某坦克火控系统 和很多导弹的关键电子元件 也实现国产化 北斗导航卫星国产化率达到98% 神舟 天宫里大多都是国产电子元件 可以说 中国在武器装备电子元件自主化方面 已经远远超越昔日的老大哥 即将站稳世界先进水平 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 请点击我的头像 免费订阅迷彩虎军事头条号 原创虽不易 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 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